杏仁 杏灵春暖 春漫天夜洋柳青青 杏花也迎着和煦的春风盎然开放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这杏花稀稀观赏起来 光洁细腻 白中透红 令人神望 杏自古以来 还与医药界有着不解之缘 相传三国之境 东吴名医董凤在庐山归影 他一边修道一边行医 给人治病 分文不许 得重病经他治好的 就让患者栽五颗杏术 病轻的治好后栽一颗 过了没几年 山上便有了一大片杏灵 山中的鸟兽常在杏灵中吸血 杏自首后 董凤就在杏灵里盖了一间仓房 并告诉人们 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 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 就可以装一罐杏自首 曾有人拿了很少的粮食 却撞了很多的信 这时 心灵里的一群老虎 突然吼叫着追了出来 那人吓得捧着装信的罐子 急忙往回跑 由于惊慌逃命 一路上罐子里的信息 掉出去不少 到家一看 剩下的信 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 还有人想拿脱信 却被临终老虎咬伤 伤着家人知道 是因为脱了信 就赶快把信拿来还给董凤 并磕头认错 董凤就为他医治 董凤每年把卖信得来的粮食 全部救济了贫困的人 和在外赶路缺少盘缠的人 直至现在 鲁山杏林仍在意见传为佳话 后世称颂一家杏林春暖之语 也是来源于此 杏仁分为甜杏仁 及苦杏仁两种 中国南方产的杏仁 属于甜杏仁 又名南杏仁 味道微甜 杏腻 多用于食用 具有润肺 止咳 滑成等功效 对干咳无痰 肺虚酒咳等症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北方产的杏仁则属于苦心仁 又名北心仁 带苦味 多做药用 具有润肺 平喘的功效 对于因伤风感冒 引起的波弹 咳嗽 气喘等症状 疗效显著 但苦心仁有小毒 一次服用 不可过多 每次以不高于酒科为宜